排隊完日本遊樂園 趁空檔滑滑手機 上網 但無奈訊號就是很不穩 走到室外試試看 來到空曠處 不只網速卡卡卡 就連電話也撥不出去 寧先生和家人到日本旅遊 出發前申辦中華電信 漫遊網路 沒想到收訊出問題 從東京一路卡到名古屋 網路歸宿已經夠困擾 但至少或多或少還有訊號 同樣是開通漫遊的汪小姐更慘 人在京都自由行 直接被斷網 沒網路又語言不通 汪小姐說點菜單不能查翻譯 也無法搜地圖找路 行程全被耽誤 只好自掏腰包 額外再花新台幣750元 在當地購買網卡 她從4月3號下午3點 開始沒有訊號後 聯繫中華電信客服 直到隔天4月4號上午 才取得回應 承認異常 表示陸續恢復中 那問題出在哪截稿前 未取得中華電信回應 只是可以確定的是 遊客開開心心出國 卻因為網路出包 掃了旅遊限制 今天新聞 我可以馬上開 才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